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对疾病的恐惧 还是会觉得这个说法虚无缥缈 不接地气 甚至心想 说这话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么什么是病 病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说病名只是一个代号 什么是癌 为什么会得癌症 被诊断为癌症的人应该怎么做 对于这一系列的答案 小万今天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天下本无病 但生病时我们的痛苦实实在在 这时候看天下无病这四个字 多少觉得有点虚无缥缈 我们不是看不见症状 或者不了解病人的痛苦 而是强调一点 疾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 并是以某一种方式来提醒你 让你知道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思维模式出问题了 如果你因为受到这位朋友的启发 转身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并改变他 这个病就作为客人走了 不会继续留在身体里 感冒 高血压 高血脂 心脏病 所有的病名都只是一个代号 比如这个人叫张三 那个人叫李四 我们很容易被代号困住 忘记去看他背后的真相 比如你受了疯痕 这时候是病这位朋友用咳嗽或者流鼻涕的形式来提醒你受了痕 让你知道该采取一些手段 把寒气驱赶出去 当你吃了一些不新鲜或者不卫生的食物 这位朋友就以拉肚子的形式提醒你 当你长期睡眠不足 他就以眼睛发红 脾气暴躁来提醒你 把问题的存在表达给你 如果没有疾病提醒 我们也许就对身体的各种超负荷和不平衡无知无觉 一直随波逐流让生活腐化下去 并不是敌人 是善意的提醒 我们应该感谢疾病 而不是痛恨他 有的人因为从小身体不好 才去学习了太极拳 后来成为太极拳高手 身心的状态都获得提升 对于他来说 身体不好这件事反而成了他人生中的助力和善缘 有的人每天晚上出去唱歌 喝酒 参加各种聚会 饭局 然后来找医生看病 说我失眠了 给我开点药调理吧 表面看来他在积极的求医问药 解决问题 但其实不论是求助于中医还是西医 都是治标不治本 他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 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愿望 这种情况下 医生即使有心也无力 鼓掌难鸣 只有病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偏差 再加上医生的帮助 医生和病人完美的配合 才会让一些现象发生改变 这才是疾病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意义 有个人去看病 说他眼睛发胀 视力模糊 已经一周了 医生问他 是不是这一周用电脑手机太多了 他才发现 最近一周确实用眼过度了 这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找医生 尽量不用电脑手机 休息两天就能恢复了 而不是去找医生治疗 治好之后继续不知疲倦的看手机玩游戏 大多数高血压或者高血糖之类的病 都是生活方式方面的病 改变生活方式之后 这些问题都可以慢慢消失 如同大自然有风霜雨雪 人的身体有疾病也是自然现象 无需恐惧 病都只是一种现象 一定不要恐惧这种现象 我们可以透过现象去找背后的本质 最大的医生是自己的身体 如果身体已经没有了修复能力 医生是无能为力的 疾病绝对不是坏事 我们会酸痛 会失眠 都是不同的症状 有着不同的原因 我们去找到这个原因 比直接去消除这个症状要重要的多 希望大家不要把所有治病的责任 都推给医生 而是跟医生一起商量 怎么找到问题的根源 怎么改变自己不良的心智模式和生活方式 A 心智模式 中医首先是一个心智模式 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怎么看待人生 当你的心智模式改变 心态就发生很大的改变 很多精神思想方面的病就不见了 B 生活方式 第二是生活方式 大部分形体方面的病都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 C 医疗模式 第三个是医疗模式 属于福片旧病 亡影补牢 是为了补充前两者的不足而存在的 如果有良好的心智模式和生活方式作为基础 医疗模式就变得很轻松 但现在医疗模式被过于强调 我们对于医生和医院过于依赖 这是非常不正常不健康的 现在很多病都是越治越多 比如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现在的病人比十年前多了多少倍 越治越多 一方面是环境因素 生活方式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说明医疗模式出了问题 什么叫做养生 就是让身体处于和谐平衡的状态 至于具体的方法 因人 因时 因地而已 没有一套方法是适合所有人的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季节 时辰 根据南北不同的地域 尽量与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相和谐的生活 那样就很好了 医生的作用 即使犹如驱散阴影的阳光 精神上引导患者 往最阳光 最温暖 最能安心的状态走 形体上引导他弃缺的运行 肢体的位置回到和谐状态 帮助患者恢复自愈的本能 在一个真正的中医眼里 没有病这个概念 有的只是每个人身体内部存在的 各种不和谐或者不平衡 医生和患者的努力方向 是去调整这些不和谐和不平衡 真正把病治好的 不是对面坐着的那位老中医 不是他用的那根针 不是他的按摩手法 不是我们喝下的那碗汤药 而是我们自己 各种外治手法也好 各种中药汤剂也好 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激发机制 是他激发了人体气息的运行 让身体自我完成治愈修复的过程 人体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所有的医生都起不到治疗的作用 药王孙思苗给所有人看病 首先不是开药 而是看病人这一阶段的生命状态 是意气风发 还是时魂落魄 根据不同的状态进行处理 然后再问病人的饮食起居 各种吃喝拉撒睡 看看病人用哪些不良生活习惯 引导他去建立健康的节奏和习惯 如果这两招还没搞定 他就给病人一些食料的方法 再不行就做按摩倒椅 再不行就扎针 最后才用汤劲 吃药是最后才使用的手段 疾病是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不是单一条件 而是多种条件下产生的 医生治病其实就是想办法增加条件 或者减少条件 那个现象就改变了 不恐惧是非常重要的心法 一个人总是被他的内心打败 而不是外界给他多少伤害 很多癌症病人的病情误化 是从他得知自己换来之后 其实肿疗从潜伏期到转归期 有无数种可能 但有的医生喜欢强调最不好的结果 患者听到之后 他的念头和思维 就会被这个最坏的可能性紧紧抓住 天天在恐惧之中 有时候成了心理学所说的 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你相信事情会如你预料的情况发展 你会有意无意的采取加强的措施 最后正是你自己促使了这个预言的实现 所以面对肿疗 切除肯定不是最好的态度 谁会认为一个房间里垃圾太多了 最好的方法是扔掉垃圾桶呢 经常有病人切除肿瘤之后 发现扩散了 其实这是因为你把垃圾桶蒸了 当然房间里就会到处都是垃圾 如果发现有肿瘤该怎么办 首先不要怕不要慌 问问自己 我有什么想不开的结 在身体里留下了印记 我有什么没有宣泄的情绪被压在心里 我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先把心结解开 管理肿块的是阳气 解开心结 节约了阳气 身体就有力量去缩小肿块了 不恐惧是非常重要的心法 相信癌症是自己的朋友 肿瘤的出现是在提醒自己 本观自我 看看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还不自知 肿瘤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垃圾桶 没什么可怕 它是身体自我保护的产物 不要用激进的对抗的方式来对待肿瘤 很多时候不用肿瘤癌症这些字眼 换一个词叫它肿块 还是指的同一个东西 但是用肿块这个词 负面的性命暗示就没有那么强了 病人也就没有那么多恐惧 孔则气下本来正气就弱 恐慌会进一步降低免疫力 人在恐惧之中 整个人是纠结紧张的 一定要记住 现代医学经常强调的最坏的结果 只是无数种可能之一 生活方式方面 下面还有三个非常具体的建议 A 离开熟悉的人群 周围的人不断的嘘寒温暖 有时候会给人温暖的能量 有时候却给人增加了压力 对于一个肿瘤患者 亲友们的过度关心 会时常提醒他自己是个重病人 反而强化了心理阴影 骨负能量 B 改变节奏 改变动静 阴阳 原来忙忙碌碌 四处奔波的学一学打坐 站桩 让自己静下来 原来特别宅 不爱出门 不爱活动的 多出去旅行 接触不同的山水风景 不同的人 把视野打开 C 调整作息时间 调整饮食 不熬夜 多吃素 让身体内部节律正常 有序 好了 关于疾病的另类认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不知道对于大家 是否有启发 如果对于疾病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 喜欢小蓝 记得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